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又是溜的一道鱼 是鲜笋 酸笋溜的鲜鱼 这是属于金门地区的一道名菜 这个鲜笋 酸笋不是鲜笋 在这个菜摊子上你可以买得到 买的时候温一下看看 它是煮过了以后有点发酵 所以带点酸味 有很多人说它臭臭的 实际上就是这个酸味 吃起来很开胃的 那么买回来之后 要把它切成丝 这个多少也没有一定 那么你喜欢吃酸一点的 多一点的 你可以买大支的一支 那么为了让它吃起来脆 所以一定要顺丝来切 现在就是顺着丝在这切片 这样子切成片以后 再把它切丝 这个跟其他切材料是一样的 要切丝的东西呢 必须要先把它切成片了以后才切 这样子顺丝切 吃起来会咯哩咯哩的 有声音 换句话说也就比较脆 好 这样子把它都切成细丝以后 就可以用了 差不多有半杯多一点 当然也要看你鱼的大小 这是一个很下饭的一道菜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还要一些这个大白菜的 白菜丝 白菜丝已经切好了 另外呢就要一点这个天胖的 也就是起锅的时候的 这个葱段 好 就这样子简单的几样材料 现在呢锅里头呢放油 油热了 把这个葱段的下锅来给它爆香 那么我这边的锅子呢 在煎这条鱼 现在你可以看得到 这条鱼呢煎的已经黄黄的了 快要酥了 就煎好了 那么等一下就用这条鱼了 好 把这个葱段爆香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白菜炒软 白菜炒软了之后 把笋子也下锅 这是很家常的一道鱼的做法 把这个笋子呢也下来 然后呢给一点酱油 还有汤 没有高汤呢就用水好了 这样子盖起锅盖来 焖个三分多钟 四分钟 让这个白菜烂 白菜烂了以后呢 就要用盐来调味 白菜烂了以后呢 就用这个调过味 调过味 等到这个味道够了 你就把鱼放进里面来溜 来溜 这样子焖一下 也就是说在里面这样子 让它煮一下 煮一下这个鱼的这个味道 已经就铺着了这个酸笋的这个味道 这种溜法啊有一点这个半烧半溜的一种方法 跟这个前些时候介绍的这个各种溜的鱼的做法呢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么起锅的时候呢为了让它有一点这个滑嫩的感觉啊 要给它这个淋一点太白粉 好 同时呢最后要记得淋少许的油下来 因为时间不是很够 所以我这条鱼的这个 现在白菜啊还不够烂 这是一个做法 就是这样子 您在家里不妨慢慢的来做 这个溜呢有很多种溜法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各位介绍过了 那么明天呢还要再给您介绍一道软溜的一道菜 也是很好吃很有名的 上一次 昨天的这种北方式的初溜的那个 大黄鱼 诗谱上的照片呢是嘴巴朝上 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 看你的盘子的大小和形状来决定 是给它长的放或者是圆的放 或者是反的放都没有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把它炸得 非常的酥 非常的硬 那么那个溜的汁上去才不会软掉 今天的这种溜法又不一样了 好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还有一个新闻的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到晚了 好 大家 再见